請收看為心世界 金宮百姊哺老美京 三節夢境 又為美絕 此地眾生 何不休息 無雄神清理妙法 無雄神清理妙法 百千萬驚人祖父 無今見聞得受死 無今見聞得受死 萬改如來真實意 哪無本書學家無理會 各位憲俗董修 各位心風神理師 我們今天會幫 好 我們繼續 我們來更改的金宮 經 經 就是我們每個人來到世界 為以後可以回到我們來天上世界的一條路 叫做經 經是由佛佛陀信顯所說的所開示的一條路 叫做經 叫做經 經的 他的智慧 大無其外細無其內 所以一經 所以一經 同志啊 開示了一經 是大無其外細無其內的妙法 是新法 啊 鬼谷先師 王晨老祖 開示了 經 他是包含 法界 三千大千世界 一切聖神 天人 的智慧 的智慧 視為經 那麼 凡人呢 我們所說的不是經 是個小小的知識 所以 經耶 佛經 道經 聖經 這是聖人 說出每個人內在心靈 本來就有的智慧的話語 那麼 經是無為華 那麼我們世間所有一切的知識 就是有為華 有為華 所以我們有時候我們要多聽聖人所開示的真言 凡人 很多所說的 一些 話語啊 讓我們會起煩惱 那就不是經 所以 鬼谷先師王晨老祖啊 這一次倒架吃行 叫我們 我們 若是有煩惱的時候 不妨任何一個聖人所開示的經 拿出來念 在前幾天啊 在前幾天啊 我們在準備 萬靈歸心 法會的時候 剛好 我們一位師姐啊 他就到 我們 維新聖教 八卦城 我們來要來互談 他說啊 我現在 我聽了你講 煩惱的時候 不妨拿出 任何一個 一部經出來練 也好 要送的也好 我的煩惱 然後 馬上 漸漸的會去平靜 化為新的案 不但我 越想越想越廣 越想越寬 越多越複雜 所以啊 我的煩惱就越多 他說 我們這位師姐啊 他說 師傅啊 我現在告訴我的 朋友 我的孩子 說你們煩惱的時候 不妨拿 經任何一部經都可以 你看 跟著練 會讓煩惱 其以平靜 我說 這樣就對了啦 好 所以我們記住 我們念在心中的話語 就是經 好 我們口手講的 就 講話講話 好 因為我們口手講的話 是越講越寬廣 煩惱越多 我們的思想和心 心 是一部經 所以剛才 在我們 我們各位同修 在 由元律法師 帶領各位唱了 三 三 真言 佛的真言 佛的真言 其中 有一個真言 這是元通室 這元通室 在大陸 上海有個元通室 他們的對聯 觀以無心 何來何去何去何自在 因非法相 是空 是受 是元通 這是 這是告訴我們 元通的 一條路 觀以無心何來何去何自在 非常的深奧 好 剛才我們元律法師 教各位唱了這一首歌 他說他誤了二十幾年 沒有錯 我這 這一個 對聯真言 二十幾年前 我就寫給元律法師了 再來 六指慧能大師 法寶壇經 所開示的神秀大師 代表現在 外面 我們身體 心外的我們 所悟了 師是菩提示 心如明鏡台 哀 時事勤術服飾 勿使我成哀 然後再來 是 慧能大師 好 好 我們從這裡來看 神秀 一個慧能 慧能 神秀大師 所開示的 慧能大師所開示的 是陽 這個整個 整個都是我們的人 人 人 人的念頭 師事菩提示 心如明鏡台 師事勤服飾 勿使著神哀 來 哪有 慧能大師的 菩提 佩奴師 明鏡一揮台 本來 本來無一物 何處都存來 這慧能大師 他進入 我們的心中 還是 還是告訴我們的 靈性 我們的心 本來 都沒有 完成的 這些 事事歸歸的事 有什麼存來 可以走呢 但是神秀大師 但是神秀大師 他告訴我們 每一個人 有眼耳鼻手伸 眼睛 耳朵鼻子手頭 身體 五官 五種煩惱 因為有 眼耳鼻手伸 我們 所感觸所看到的 往往就是 煩惱的根源 有時候說 哎呀我看你 很可愛 我看你 很不自在 有時候我看你 你很討厭 看我更討厭 所以這都是我們的念頭 外在的 那怎麼樣來去除呢 神秀大師呢 他就開示了一條路 以示經 讓我們進入 內在心靈的 這個智慧啊 所以叫做 神秀大師呢 心 如怡靜台 實時勤 服事 物資著神來 那麼神秀大師呢 我们要环形 要忏悔 环形 忏悔过去所做的一切恶业 那么慧能大师 他告诉我们 我们心本来就很干净了 就告诉我们在天上世界 天上的世界 我们在如来的世界 在空的世界 没有世间这些烦恼 天上世界 就是我们的生命 灵魂的生命 智慧的生命 那么神秀大师 他所开示了 我们身体的生命 所以一类一外 就是道 就是大道 道法 人家问你说 什么叫道 印第洋也 是为道 你看到了我们太极 这个环形 八卦 所画的那一个 记号 你就说他是道 事实上 不是那么肤浅 你要进入 这个态局里面 为什么 会 这样 会那样 所以这种一个总根源 就是我们的心 所演化来到世间来 心是无为华 身是有为华 心就是灵魂 孔子 他所说的 无道 一以贯之 就是我们每个人 本来的心 本来的生命 就没有 生老病死的问题 而是我们的身体 有生老病死的问题 所以各位啊 要研究佛法 研究道法 确实不简单 好了 我们必须要有一些 多一些时间 所以 硅谷先师 王散老鼠 要我们 所有贤士同修们 要误两个道理 叫做念头 是心 所以我们叫做想 心念心念 心是内 念是外 心是无为 是有为 好 所以佛经里面所开示了 一切有为华 如梦幻跑影 如路易如电 硬坐如数观 但是有为华 我们任何人也逃避不了有为华 呼吸之间 就是有为华 那我们 每一个念头 都是有为华 如果是 我们的念头 能够说 啊 我很清静 我告诉各位 不可能 你说哎呀 我人很好耶 我从来没有想过一些坏念头 我问你 什么叫坏念头 什么好念头 所以一切的 世间的事情 有如有多 人临人之间的感情 我不想它 我想它 想也不想 都是叫做 侯尔维就是道 有如 我们台中 我们明定大师 他的一个师兄弟 他常常的 开示了 他说 你看我喝酒 你也下地狱啊 你不看我喝酒 你也下地狱 这很深的禅力哦 所以你不看我喝酒 你也下地狱啦 你看我喝酒 也下地狱 为什么呢 地狱就是烦恼嘛 你看我喝酒 下地狱说 哎呦 出家人怎么会喝酒 所以你就开始 你会帮佛 好 帮佛 会帮他人 批评他人 你就进入烦恼的境界 好 进入烦恼的境界 就是我们 《金刚经》里面所开示的 事真 何以故虚托法 名为入流而无所日 不是社生相畏 出法是名虚托法 但你读经的时候 要懂得这个道理不简单 世间一切有为法 如风万泡影 你已经所看到咯 进入脑海里面 然后进入心田 而你耳朵所听到咯 哎呦 某某能怎么样咯 一切有为法 进入我们的脑海 进入心田 永远洗不掉咯 所以佛啊 告诉我们说 一切有为法 如梦万泡影 如路亦如电 应作如是观 你们到世间去后 要注意要投胎到世间上来 要去世间投胎的时候 你看到很多 很多的事情 你会有眼睛会看到的 耳朵会听到的 鼻子会感觉到的 舌头会感觉到的 那都不永久存在的 就如梦万泡影 就像做梦的 幻化的 不是原来就有咯 如露一如电的 像露之啊 太阳出来了 就没有咯 电就过去了 就没有咯 记住 记住 所以金刚经 也就是告诉我们 提醒我们 要到世间上来的时候 要有那种本钱 不但到世间上来 入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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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 进入 世间一切的 调和状态 叫做入流 叫做入流 入流 入流 调状态就是眼睛啊 曾经有一位老先生 他眼睛没有看到 来到宣卧室嘛 那有他女儿啊 和儿子 带来 刚好我到宣卧室大门那边 坐着 那一位老先生啊 有儿子和女儿扶着上来 他 儿子 啊 叔叔在那边 老先生 哦 叔叔你好 你那么早你在这里 是啊 我在这里等你啊 你怎么知道我会来 我说你有缘嘛 所以你要到宣卧室来拜佛 我说你已经少一个烦恼的境界了 修行你会成功 他怎么会成功我眼睛看不到 我说你的烦恼就没有了 因为你过去看到大大小小的事情 很容易生气 看不惯 人家一些行为 你的人很纯很正 所以老先生啊 你的眼睛就看不到了 你的烦恼会少很多很多了 就会少很多的业障 所以老先生呢 叔叔啊 对啦 我这个眼睛将近三十年没有看到了 所以三十年来 我人生活得比较快乐 三十年前我眼睛很好 看到什么就生气 看到什么就生气 所以啊 我的烦恼很多 现在我的眼睛没有看到 烦恼少了很多 我说对啊 但是你还有很多烦恼 让你少跑不了 我说你的眼睛看不到 耳朵特别的灵敏 你很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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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听人家说什么 你很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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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疯到就好了嘛 哈哈大笑 我什么 还有耳朵可以听 是生 生 就是耳朵可以听到了 你听到了 夢魂泡影 一次如路一如見 你聽到了 你不要把它 放在你的腦海 他说 叔父我不放不行 我只 现在眼睛看不到了 靠耳朵听 我说你的耳朵 你所听到了 你眼睛没有亲眼看到了 所以 你就 很有烦恼 那位先生啊 老先生 好啦叔父 那我会练习啦 我老先生啊 这位 老先生他 很吃别的啦 叔父 那我修行 是不是已经又进入一个境界了 眼睛看不到 耳朵听得到 所以 怎么样 烦恼少了一半 所以各位同修啊 我们耳朵所听到的 也是虚放的 我们只能仅供参考 你要有相当的 这个智慧 否则 我们听到的耳朵的话语啊 往往也是我们最烦恼的 这就是耳根 入耳根声的声音 耳根的环绕啊 各位 来到世间 要注意 所听的话 对 以不对 自己做一个正确的去判断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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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